就在刘正出三人喝酒的时候 一步远处一群骑驻马的人 在快速地朝着大岳的就都靠近 这群骑马的人 正是从黑龙城逃出来的灵狐门弟子 看到远处的大岳就都后 一个弟子兴奋地说道 总算是到大岳的京城了 等我们修整好后 再回去找那群混蛋算账 此时雷文德说道 要修整也不是在这里修整 我们歇一天就立刻前往燕城 孟田他们现在估计 已经拉拢了大厦的天人 等我们一到 我们便联手除掉夏皇 到时候整个大厦就是我们的 雷文德已经想好了 只要夺得大厦皇位 他就立刻调动大厦的军队 前往黑龙城 攻打万仙宗和迷仙宗的弟子 反正死的不是他们灵狐门的人 这个世界的人死了 也就死了 一想到迷仙宗和万仙宗的弟子 雷文德就恨得牙痒痒 前几日 灵狐门的弟子进来后 告诉他 迷仙宗和万仙宗的弟子 也要进入这个世界了 只不过那两宗承诺过 不会随便攻击灵狐门的弟子 他们掌门让他可以适当地 给这两宗找点麻烦 当时他还十分兴奋 结果没有想到的是 万仙宗和迷仙宗的弟子 刚进入这个世界 就立刻联合了起来 居然直接攻打黑龙城 屠杀他们灵狐门的弟子 说好的 不对灵狐门的弟子出手吗 真是一群背心忘义的小人 现在黑龙城 已经被那两宗的弟子占领 他们灵狐门的弟子 想要活命 就只能够逃跑 没办法 如今天尘大陆只能够近 不能够出 灵狐门也不可能知道 他们遭遇了什么 他们想要在 这个世界活下来 只能够靠他们自己 片刻之后 雷文德他们 便来到了大月旧都的城门前 不过此时城门禁闭 气氛显得有些怪异 灵狐门的众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虽然大月已经被灭国了 但是大月的旧都 依旧还是完好无损的 并且对于大厦来说 大月的旧 都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城池 一个经济发达的城池 贸易来往 必然比较平凡 现在还这么早 怎么大月的旧都 就关城门了 雷文德眉头一皱 他立刻握紧了手中的剑 献雷文德 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 其他灵狐门的弟子 也立刻警惕了起来 就在此时 城楼上面传来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 迷雾世界来的客人 你们这是打算去什么地方啊 听到这个声音 灵狐门众弟子 立刻朝着声音传来的地方看去 此时在城楼上 一个男人提着一罐子酒 正在朝着自己的嘴里里面倒 感受到男人身上 散发出来的威压 灵狐门的弟子顿时愣住 其中一人恐惧地说道 天人 是天人 雷文德稳住心神 冷哼了一声说道 怕什么怕 有什么好怕的 不就是一个低等世界的天人 他能不能够发挥出天人的实力 还不好说 再说了 我们有灵狐大阵 还用怕什么天人 听到雷文德这话 灵狐门的弟子立刻放松了下来 是啊 他们有灵狐阵法 怎么用怕一个天人 而且 这个世界的天人 恐怕连天人一半的实力 都发挥不出来 想到这里 灵狐门的弟子 一个个瞬间变得无比的自信 此时 雷文德看向刘正初说道 老头 你既然知道 我们是迷雾世界来的 那还不赶紧下来 给我们磕头 得罪了我们灵狐门 可没有好下场 听到雷文德这话 刘正初淡淡地说道 是吗 那弥仙宗和万仙宗 也得罪了你们灵狐门 怎么他们现在 还好好的待在黑龙城 而你们灵狐门的弟子 却一个个被吓得抱头鼠窜 此话一出 灵狐门的众人 瞬间怒火冲天 你说什么 老不死的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敢这么和我们说话 老东西 你今天必死无疑 看到灵狐门的众人发火了 刘正初继续说道 这么生气 看来是被老夫说中了 此时 雷文德的脸色已经阴沉到了极点 不过他并没有立刻动手 他心里还有一个疑惑 那就是 这个老东西 是怎么知道灵狐门的弟子 被迷仙宗和万仙宗地 赶出了黑龙城 雷文德这时候说道 老东西 告诉我 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只要你说出来你消息的来源 我们或许可以给你留一个全尸 听到这话 刘正初哈哈大笑起来 随后他仰起头 再次提起酒罐子 不停朝着自己的嘴巴里面倒酒 看到刘正初 一副根本不害怕他们的样子 一个灵狐门的弟子 忍不住说道 雷师兄 我们还是不要 和这个老家伙废话了 直接出手解决了他吧 雷文德并没有说话 他总感觉有点不对劲 这个老东西 知道迷雾世界 知道迷仙宗和万仙宗 那他必然不是一般人 雷文德现在甚至怀疑 这个老东西 是不是也是从迷雾世界来的 就在这时候 雷文德说道 老东西 你不要给脸 不要脸 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你若是再不说 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 刘正初此时 直接喝完了酒 直接将酒罐子 朝着雷文德扔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 灵狐门的众弟子 以为刘正初 要开始进攻了 一个个迅速调整站位 雷文德也拔出了手中的剑 眼看着那个酒罐子 就要飞到雷文德的面前时 雷文德一剑挥出 那个酒罐子 直接被一分为二 然而 让灵狐门众人意想不到的是 刘正初却并没有进攻 只是站在城楼上 静静地看着他们 看到这一幕 雷文德再也忍不住了 他冷哼了一声说道 哼 装模作样 随即他大喝一声 猎震 下一刻 灵狐门的弟子 就拿出灵石扔在地上 一眨眼的功夫 地上就出现了一个圆形的阵法图案 紧接着 天空中出现了一只巨大的灵狐幻象 雷文德看着刘正初说道 既然你不想说 那你就带着你的秘密去下面吧 话音落下 天上的灵狐幻象便对刘正初发起了进攻 一团蓝色的火焰喷出 直奔刘正初而去 刘正初这时淡淡说道 两位 该出手了 听到刘正初的话后 灵狐门的众弟子顿时心里一正 还有别的人 还没有等灵狐门的众人反应过来 一道剑光便从他们的眼前闪过 雷文德心里大惊 不好 全是三个天人 他们灵狐门的弟子 在和那两宗战斗的时候 本来就受了一些伤 消耗了一些实力 如果是对付一个天人还行 对付三个天人 哪怕这三个天人的实力再弱 他们也不可能是对手 夏天元并没有帮着刘正初 抵挡灵狐幻象的攻击 他直接从城楼上下来 瞬间就来到了灵狐门那些弟子的面前 然后一剑挥出 这一剑并没有直接破开灵狐门的灵狐大阵 但是也给灵狐大阵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一些灵狐门的弟子 受到灵狐大阵的反噬后 直接一口鲜血喷出 这时候 雷文德连忙控制着天上的灵狐幻象 朝着夏天元进攻 与此同时 薛元昭哥出现在灵狐大阵的后方 一掌轰出 随着一道巨大的金色掌印出现 灵狐大阵的灵狐幻象也出现了裂缝 雷文德此时也受到了大阵的反噬 他咬紧牙关 努力让自己没有吐血 但是他也清楚 继续这么下去 肯定坚持不了多久 雷文德随即威胁说道 我们乃是灵狐门的弟子 敢对我们出手 你们考虑清楚后果了吗 等迷雾世界的禁止消失 你们必将被灵狐门抹杀 听到雷文德的威胁 刘正初三人不以为然 他们怎么可能怕灵狐门 刘正初说道 两位咱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等结束后我们继续喝酒 听到刘正初的话后 薛元昭哥和夏天元笑了笑 薛元昭哥说道 好 那我们就尽快结束 说到这里 薛元朝歌会聚全身灵力 一掌轰出 紧接着 空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金色掌印 薛元昭哥出手后 夏天元也使出了剑法万简归宗 无数把剑影出现在夏天元的身边 并且越来越多 看到这个场景 雷文德知道再不拿出点实力出来 他们必死无疑 这三个天人的实力 显然已经超过了他们 对这个世界天人的预期 在他们看来 就算这个世界有天人 也不会特别强 但是 从三人的出招来看 他们几乎拥有天人完全状态的实力 事实上 这只不过是雷文德的错觉 这个世界的灵气稀薄 刘正初他们三个天人 是绝对不可能 以实力的顶峰状态出手的 灵狐门的弟子 本来一个个都有些伤 现在又遇到三个天人 雷文德此时的压力巨大 自然就感觉 他的敌人无比强大 雷文德此时 立刻从自己的衣袖里面 拿出灵石 随后将灵石扔进阵法里面 下一刻 阵法的光芒变得更亮 天空中那只灵狐幻想 也变得更加巨大和逼真 雷文德冷哼了一声说道 三个天人又如何 灵狐门的阵法 可不是低级世界的天人 就能够破的 话音落下 天空中的灵狐幻想 灵压大放 紧接着 他对着夏天元和轩辕昭歌 就吐了两团蓝色的火焰 紧接着 灵狐幻想 直奔刘正初而去 再有三个天人的情况 最好还是弄死一个天人 不然三个天人 从多个方向进攻 万一被他们发现了 他们阵法的薄弱位置 到时候 他们的阵法 很容易就会被攻破 看到直奔自己 而来的灵狐幻想 刘正初并没有躲避 他汇聚全身灵力 随后身上的灵力 猛然是放出去 下一刻 他的头顶 居然出现了一个 巨大的黑龙幻想 看到这一幕 灵狐门的弟子 再次愣住了 一个弟子嘴里 喃喃而语道 灵象 这是功法灵象 一个天人 怎么可能施展出功法灵象 刘正初可没有理会他们 他大喝一声 去 刘正初头顶的黑龙灵象 直接冲向了灵狐幻想 下一刻 双方在空中搏斗起来 一时间 大月旧都的城门口 飞沙走时 轰鸣声不断 见刘正初拖住了灵狐幻想 轩辕昭歌和夏天元 也没有闲着 他们再次直奔灵狐门弟子 所在的地方而去 向着重托离部制阵者的阵法 很容易破解 直接攻击 布置阵法的人就好了 只要布置阵法的人被打败了 那这个灵狐大阵也就没了 天上的灵狐幻想 自然也就消失了 当然 像这种阵法的外面 必然还有保护结界 不是那么容易突破的 不过面对两个天人的联手进攻 一群合道器的修饰 构建的阵法 根本就不可能抗住 夏天元和轩辕昭歌 只出手了三次 阵法结界就裂开了 还没有等灵狐门的弟子反应过来 一道剑光 就从灵狐门那些弟子的眼前闪过 一眨眼的功夫 几个灵狐门的弟子 就倒地不起 此时天上的灵狐幻想也消散了 看到灵狐大阵被破了 剩下的灵狐门弟子 瞬间慌了神 雷文德见识 再不是这三个天人的对手 知道这么下去 他们最后的结局 也只有死路一条 雷文德立刻拿出一张神行符 对灵狐门的其他弟子说道 你们拖住这三个天人 我这就去雁城 叫人来救你们 听到雷文德这话 灵狐门的其他弟子都猛了 去雁城叫人来救他们 开什么玩笑 去雁城找谁来救他们 找孟田 看这个样子 孟田他们 怕是早就被人解决了 找他们有什么用 雷文德想要让他们荡替死鬼 就直说 何必说出这样的借口 雷文德可不管 灵狐门的其他弟子 这个时候是怎么看他的 他直接使用了神行符 随即他的身体原地消失不现了 见雷文德居然逃跑了 夏天元立刻说道 我去追 刘将军 宣援大学士 剩下的灵狐门弟子 就交给你们处理了 花音落下 夏天元便立刻感知雷文德的气息 然后跟着雷文德的气息追了过去 献雷文德都跑了 其他灵狐门的弟子知道 他们继续玩抗下去 也是死路一条 于是 他们齐刷刷地说道 我们投降 别杀我们 花音落下 灵狐门的弟子立刻跪下 将他们随身的配件 全部高举头顶 看到这一幕 轩辕昭歌看着刘正初问道 刘将军打算怎么处置他们 刘正初笑着说道 他们来自迷雾世界 对迷雾世界必然十分了解 老夫相信 陛下一定对他们特别感兴趣 他们现在正缺少迷雾世界的情报 有了这些灵狐门的弟子 他们不仅能够知道 迷雾世界的情况 还能够知道 灵狐门这个势力内部的一些情报 这些灵狐门的弟子 都是有利用价值的 在没有榨干他们的利用价值之前 可以不用杀他们 随即 刘正初就拿出毒药 给这些灵狐门的弟子服下 并且封锁了他们体内的灵力 将他们全部给抓了起来 一刻钟后 夏天元还在跟着雷文德的气息 追踪雷文德 但是让他有些意想不到的是 雷文德的气息越来越微弱 他已经很难确定他的具体方位 继续这么下去 他必然会跟丢 对方使用的神行服有着重东西在 要追到雷文德确实不容易 此时的雷文德已经欣喜若狂 他扭头看了一下身后 发现没有任何人的身影 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还好我离开灵狐门的时候 买了一张神行服 就在雷文德庆幸自己逃过一劫时 一个女子的声音突然在他前方传来 一张神行服 也就是说 你现在身上已经没有第二张神行服了 听到这个女子的声音 雷文德整个人的魂都差点被吓掉了 他猛然停下脚步 看着自己的前方 在他的前方 有一个容貌绝美 身姿曼妙的女子 女子身穿青纱 露出白皙小腹 一身兵机玉骨 看起来就充满了诱惑力 但此刻的雷文德却一点都不敢大意 因为他感受得出来 这个女子虽然收敛了气息 但是他绝对是一个天人 事实上 雷文德还是低估了沐云西的境界 沐云西可不是天人 他是造化静修士 当然 这个世界有天道的限制 他现在也没有办法发挥造化静的实力 沐云西自从离开陆城后 就跑去了黑龙城 他本来想着等 迷雾世界的静置消失后 他就再次返回迷雾世界 然后再另外想办法 离开这个世界 不过最近这些日子 他在黑龙城 发现自己越来越思念那个昏君 尤其是在修炼的时候 全身躁动 满脑子都是那个昏君 沐云西渐渐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怀疑 陆城之所以没有追他 是因为陆城已经有绝对的 把握自己离不开他 所以他才故意将自己给放走了 本来他打算继续忍耐 就当作试过秦官的 结果他越来越难以忍受 他感觉自己再这么下去 恐怕迟早都会走火入魔 所以 他最终决定 还是回去找一下陆城 他倒要看看 这个昏君对他做了什么 居然让他 对这个昏君这么魂牵梦绕 在他准备去雁城的时候 他正好遇到了 弥仙宗和万仙宗为脚龄湖门 也知道了零湖门的情况 后面他就跟着零湖门的弟子 一路来到了大悦旧兜 在这一路上 他也打探到一些 关于柳青秋的消息 现在的他 特别关注柳青秋的情况 都是一起被陆城俘虏的 沐云熙很想知道 柳青秋被陆城给 吃干抹尽没有 从他得到的消息来看 柳青秋如今已经 被封位陆城的贵妃了 大概率已经被陆城给 吃干抹尽了 一想到柳青秋的遭遇 沐云熙就感觉自己 恐怕也逃不出 陆城那个昏君的手掌心 那个昏君 连柳青秋这个大能的 分身都敢搞 那陆城对他 同样也是一样的 不过不管如何 他都要去雁城 他要想办法 解决自己 内心对陆城的感情 不然 就算自己逃离了这个世界 他也过不了秦关 心魔只会越来越严重 沐云熙本来是打算 直接进入大悦旧都的 但是正好看到了 刘正初他们 对灵湖门的弟子出手 于是他就找了个地方躲起来 和他想得差不多 灵湖门的弟子 并没有撑多久 而灵湖门关键人物雷文德 也逃跑了 看到雷文德逃跑后 沐云熙就想着抓住雷文德 说不定能够博取一下 那个昏君的好感 到时候 自己也好在陆城那里套话 雷文德打量了一眼沐云熙后 笑着说道 这位仙子 我们无怨无仇 不知道可否给再下让下路 雷文德并不确定 沐云熙是不是刚才那火天人那边的 但是从这个女子拦路来看 他心里也明白 这个女子恐怕来者不善 听到这话 沐云熙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抹魅惑的笑容 随后问道 这位道友 你这么着急着赶路 是要去什么地方 见沐云熙完全没有让路的意思 雷文德心里有些着急了 虽然神行福让他 暂时逃离了那些天人的追踪 但是 那些天人如果一直 跟着他的气息追踪的话 迟早会追上来 雷文德立刻说道 仙子 我是灵湖门的弟子 只要仙子今日放过我 他日迷雾世界的禁止消失 灵湖门来到天成大陆后 灵湖门必有中险 沐云熙笑着说道 你觉得 本宫一个从迷雾世界来的人 会对迷雾世界的那些东西 有什么兴趣吗 雷文德心里一正 这个女子 也是从迷雾世界来的 这怎么可能 迷雾世界的禁止 不是没有消失吗 她一个天人 是怎么来到这个迷雾世界的 很快雷文德反应过来 这个女子 应该是很早之前 就发现了空间裂缝 然后在还没有突破到天人的时候 就来到了这个世界 随后在这个世界 突破到了天人境 雷文德随即说道 既然仙子也来自迷雾世界 那仙子应该清楚 灵湖门在迷雾世界的地位 若是仙子得罪了灵湖门 就不怕灵湖门到时候报复 沐云熙淡淡地说道 本宫为什么要怕灵湖门 本宫若是没有记错 你们灵湖门 也就只有一个阴阳镜强者 若是再没有天道压制的情况 别说一个阴阳镜 就算再来几个阴阳镜本宫也毫不畏惧 听到沐云熙这话 雷文德整个人呆住了 这女人这么大口气 难道她的境界 不只是天人镜这么简单 这怎么可能 因为静止的存在 连天人镜都没办法来到这个世界 若是她真有她说的那么厉害 那她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 雷文德回过神来后 立刻说道 好大的口气 沐云熙淡淡一笑 好了 我们就不用浪费时间了 等昏君的人来了 本宫的功劳就要被抢了 说话间 沐云熙脚踝上的铃铛 散发出阵阵铃声 随后 一道道可视化的灵音蔓延出去 悬没有等雷文德反应过来 雷文德就发现 自己的身体无法动弹了 雷文德努力挣扎着 但是怎么挣扎都没用 雷文德脸色惊恐 连忙求饶说道 仙子饶命 我父亲是灵护门的长老 只要仙子放我一条生路 雷文德话还没有说完 沐云熙就打断说道 本宫也没有说要杀你 你急什么 雷文德正要继续说什么 突然感觉自己的嘴巴张不开了 嗯嗯嗯 看到雷文德挣扎的样子 沐云熙微微叹了口气 当初陆臣也是河道七 都是河道七 怎么实力的差距就这么大呢 这个雷文德 还是迷雾世界来的河道七修饰 结果在他的面前 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 而陆臣这个河道七 不仅打败了他和柳青秋 甚至还将他们给俘虏了 沐云熙也不再多想 随后他转身 朝着雁城的方向赶去 而雷文德则悬浮在空中 跟着沐云熙的方向 飘着前往了雁城 当下天元来到沐云熙 和雷文德刚才所在的地方时 感受到空气中残留的 那一抹熟悉的天人灵力气息 瞬间明白了什么 他看向雁城的方向 流露出一抹敬佩的目光 不愧是陛下 即将又要多一个红颜之己了 陛城本来还打算处理一下 堆积了十几天的证物 结果服用七宝黄鸡丹后 整个人全身灵力汹涌 根本没有心思处理证物 随后陛城在御书房里面 打坐了一天的时间 直到夜深的时候 陛城这才回到了风云宫 陛城回到风云宫时 楚雨晴他们 已经让人准备好了晚饭 看着大殿内一桌子的饭菜 陛城愣了一下 他已经好久没有和妻妾 这么一起吃饭了 自从分餐以后 哪怕是家宴 他们都是一个人一个餐盘 一个人一个座位 陛城此时扫了一眼 大殿内的三女 墨子轩和楚雨晴 还有夜绿男演也都在 自从生过孩子以后 他们身上的气质 已经变得越来越端庄 贵气 身子也风云了几分 当然 该胖的地方胖 该瘦的地方瘦 此时穿着一袭绿色宫装的楚雨晴 来到陛城面前说道 尘儿 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先吃饭吧 生了两个孩子的楚雨晴 变得更加的温婉大气 语气也更加的温柔 看着眼前的美妇 陛城体内没有完全吸收的灵力 瞬间开始躁动起来 在身体里面乱窜 下一刻 陛城就一把江楚雨晴 给拉入自己怀中 楚雨晴没有料到陛城这么猴急 身体瞬间失重 等楚雨晴反应过来的时候 楚雨晴的薄唇 已经被陛城给霸占了 此时在大殿之中的穆子轩 和夜绿男演看到这一幕后 相视一笑 看样子今晚这顿饭 时间会比较久了 楚雨晴还没有稳住身体 就察觉到陛城已经爪子 进入了她的宫群 楚雨晴心里有些无奈 自从成为这个小坏蛋的女人后 她就越来越着急了 楚雨晴也没有办法 只能够人由陛城乱来 陛城稳住楚雨晴 搂着她的柔软的身躯 缓缓推着她朝着软踏走去 当两人到达软踏的时候 楚雨晴也进入了状态 陛城轻轻将她放在软踏上 此时楚雨晴的眼睛已经水雾朦胧 她还没有回过神来 就听见斯拉一声 感受到一阵凉意后 楚雨晴忧愿地看了陛城一眼 这小坏蛋真是一点时间不浪费 还没有等楚雨晴说什么 陛城就俯身下去 开始和楚雨晴培养感情 和楚雨晴培养感情时 陛城体内没有消耗的灵力 迅速冲向了楚雨晴 然后在楚雨晴和陛城的身体 形成了一个循环 这么一来 陛城也不难受了 感受到体内的灵力后 楚雨晴知道 这对于她来说是一个机会 于是她立刻运转选女功 看到软榻上修炼的两人 穆子轩和耶律男阴病 没有继续在旁边站住 他们也迅速走了上去 深夜时分 陛城身体里面的灵力 猛然是放出来 并且蔓延出了整个皇宫 形成一道道灵力连衣 感受到体内的灵海 扩张了十倍不止 陛城就知道自己的实力 已经突破到了造化镜 此时的陛城有些难以置信 一颗七宝黄吉丹 居然直接让她从天人静 突破到了造化镜 不愧是灵丹 回过神来后 陛城看了一眼 自己面前的三女 她露出一丝笑容 笑着说道 三位娘子 辛苦你们了 刚才 如果不是他们三个 使用玄女功帮助她 缓呼了一下 没有被吸收的灵力 或许她现在也没有那 快就突破到造化镜 当然了 这对于他们三个来说 也是有好处的 这时候 楚雨晴的身上 散发出一阵白光 还没有等 他们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一股灵压 就从楚雨晴的身体释放出来 楚雨晴连忙尝试着 控制这股灵压 结果下一刻 风云殿内的一些东西 就飞了起来 感受到楚雨晴身上 释放的灵压 陆城微微愣神 这是 天人竟才拥有的威压 这怎么可能 在这个世界 不是要经过考验 才能够成为天人吗 为什么楚雨晴 直接就成为天人了 还是说楚雨晴 已经完成了天道的考验 所以才成为了天人 楚雨晴此时 已经缓过神来 她茫然地看着 压在自己身上的陆城 不解地问道 陈儿 好像突破到了天人境了 别说别人 楚雨晴自己都没办法 解释这是什么情况 她早就听陆城说过 要成为天人 就需要经过天道的考验 也就是修行界所说的河道 楚雨晴连自己的考验 是什么都不知道 结果就直接突破到天人境了 虽然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但是 这对于楚雨晴 来说是一件好事 陆城愣了一下后 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她抬起手 轻轻抚摸着楚雨晴的玉甲 说道 楚姨 这是好事啊 今后咱们这个大家庭 就又多了一个天人 以后我也能够 更加放心出去了 听到这陆城话 楚雨晴 内心感到无比的高兴 她过去总认为 自己帮不上陆城 尤其是在陆城来验城之后 即便她给陆城生了两个孩子 她也觉得自己对于陆城 来说没什么价值 如今 她也拥有了天人的实力 这下总算是具备了 保护陆城的资格 一旁的穆子轩 和耶律男烟 听到楚雨晴的话后 都感到非常的羡慕 尤其是耶律男烟 耶律男烟 如今已经是大宗师 迟迟没有进入河道期 本来楚雨晴 和她的境界也差不多 结果现在楚雨晴一步 就突破到了天人境 这怎么能够不让人羡慕 陆城这时候说道 楚姨 你刚突破成为天人 赶紧稳固一下体内的灵力吧 说到这里 陆城缓缓起身 楚雨晴红着脸说道 嗯 好 接近着 楚雨晴起身 开始打坐稳固体内的灵力 看到这一幕 穆子轩和耶律男烟 都认为今晚就这样了 结果陆城突然扭头 看向穆子轩和耶律男烟 面带笑容说道 两位娘子 楚姨都已经突破到天人了 你们也要努力啊 好了 我们继续吧 还没有等两女说什么 陆城就俯身来到了 耶律男烟的面前 与此同时 云荣宫 云仙仙正在打坐修炼 感受到皇宫的灵力波动后 他猛然睁开了双眼 云仙仙看向风云宫的方向 南南语说道 有人直接突破到天人境界了 看来静止真的快要消失了 一旦静止消失 灵气涌入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的灵气复苏后 这个世界的河道七修饰 想要成为天人就会容易得多 不需要所谓的考验 当境界到了一定的时候 就能够直接突破 对于这个世界来说 楚雨晴直接成为天人 可不是什么好事 这代表着迷雾世界的禁止 已经坚持不了多久 这个世界的灵气要复苏了 楚雨晴在打坐稳固体内的灵力时 旁边的声音还此起彼伏 陆城似乎根本不怕打扰到楚雨晴 就在陆城忙碌的时候 风云宫门口传来了一个侍女的声音 陛下 云尊者请您去一趟云蓉宫 听到侍女的声音 陆城愣了一下 他没有想到云仙仙这么快 就又想先自己了 自己之前可是在他身上 趴了十多天 陆城停下动作 轻轻抚摸着耶律南烟的玉夹 将他汗湿的秀发给拨弄到一边 侍女回答道 云尊者说是有关迷雾世界的 陆城想了一下 既然是迷雾世界的事情 那还是过去看一下 陆城随即说道 你和他说一声 朕马上就来 花音落下 陆城俯身下去 堵住了耶律南烟的红唇 然后和耶律南烟 再次培养了一下感情 当云仙仙听到侍女 回来后说的话后 立刻发出了一声冷哼 他能够感知到 整个皇宫发生的事情 当然也知道 陆城现在在干嘛 这个逆途 居然连迷雾世界的世界 都不着急 忙着和妻妾享受雨水之欢 云仙仙也不多想 继续打坐修炼 他怀疑 那个逆途 应该也知道 静止快要消失了 并且背后的势力 已经做好了准备 所以才一点都不着急 算了 那个逆途都不着急 自己着急做什么 反正静止消失后 被攻击的 又不是自己的王朝 云仙仙随即静下心来打坐 大概过了一个时辰左右 云仙仙猛然睁开双眼 下一刻 陆城的身影 出现在他的软榻上 并且把爪子 放在他的大腿上 师尊 听说你找徒儿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云仙仙柳眉一皱 冷冰冰地说道 你倒是一点都不害怕 迷雾世界的入侵者 闻到陆城身上的气味后 云仙仙就感觉浑身不自在 云仙仙随即说道 下次来见本尊 先沐浴 不要让本尊闻到 其他女人的味道 陆城注视着云仙仙的 紫色眼眸 一脸坏笑地问道 师尊该 不会是吃错了吧 云仙仙冷漠地说道 本尊不和你扯这些 本尊只是想告诉你 迷雾世界的静止 估计坚持不了二十年了 听到云仙仙这话 陆城愣了一下 见陆城愣神的表情 云仙仙喝笑了一声 看你的表情 你并不知道这件事 陆城直接问道 弟子确实不知道 不知道师尊 是通过什么办法判断的 云仙仙说道 你刚才在风云宫鬼混 应该知道 有人直接突破天人这事 陆城恩了一声 他当然知道这事 毕竟楚雨晴 是在他身下 突破到天人境界的 云仙仙说道 这个世界成为天人 需要考验 主要是因为 这个世界的灵气比较吸收 容纳不了正多天人 所以 这个世界的天道 会限制天人的数量 但是 当迷雾世界的禁止 即将消失 这个世界的灵气 开始复苏后 以后这个世界的 河道气修饰 就不需要任何考验 只要实力到了一定程度 就能够直接突破 成为天人 现在有人直接突破了天人 证明迷雾世界的禁止 已经在消失了 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 已经拥有了磅礴的灵气 天道直接放开了 对天人的限制 听到云仙仙的解释 陆尘陷入了沉默 他刚才还很高兴 认为楚雨晴 终于是突破了 结果现在告诉他 这是因为 迷雾世界的禁止 正在消失的征兆 云仙仙继续说到 本尊前段时间观察过 迷雾世界的禁止 确实要20年左右 才能够消失 但是那是在 没有人干涉的情况下 迷雾世界的那些势力 想要进入这个世界 必然会想办法 让禁止加快消失 那迷雾世界的禁止 自然也就无法再坚持20年 陆尘问道 那师尊能不能够帮我看看 现在迷雾世界的禁止 还能够坚持多少年 云仙仙淡淡地说道 把手拿开 这个逆途的爪子 还在他的玉腿上摸来摸去 他那里有什么心思 去感知迷雾世界禁止的情况 陆尘善善而笑 师尊 我们都已经有过夫妻之时了 摸一下有什么关系 云仙仙冷漠地说道 你若是想知道什么时候 禁止会消失 就把手拿开 好吧 陆尘立刻将手抬了起来 反正这个仙子 已经是他的女人了 他也不着急这一时 见陆尘抬手后 云仙仙再次闭上眼睛 下一刻 以云仙仙身体为中心 一道道寒气涌出 紧接着 云仙仙的身体 出现了一个 和云仙仙一模一样的灵像 看到这个幻想 陆尘心里想到 自己这个师尊 恐怕没有教过自己真东西啊 过了大概一刻钟左右 云仙仙再次睁开了双眼 陆尘问道 师尊 怎么样了 云仙仙回答道 根据本尊的观测 迷雾世界的静止 不出五年 就会彻底消失 并且 黑龙国以前的区域 已经出现大范围的灵气复苏了 本尊也该去黑龙城了 云仙仙本来一开始 是打算去黑龙城 帮陆尘这个逆途 解决灵狐门的弟子 然后顺便收集一些灵石 结果后面 被这个灵石给折腾了十几天 不过 他现在也不用想着 去抢灵狐门那些弟子的灵石了 黑龙城以精灵气复苏 只要自己过去 那他的修炼速度 就能够大幅度提升 有了充足的灵气 那些灵石 对于他来说 也没有太大的作用了 听到云仙仙的话 陆尘愣了一下 云仙仙要走 这可不行 陆尘立刻说道 师尊 你不是答应了 我要暂时留在我身边 云仙仙面无表情地说道 本尊可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本尊只是说 可以做你的女人 怎么 你想要限制本尊的行动 将本尊囚禁起来 做你的玩物 陆尘正要说什么 云仙仙继续说道 你要是怕本尊跑了 你也可以随本尊去黑龙城 说到这里 云仙仙突然想到了什么 于是继续说道 你如今已经是造化镜 本尊不是你的对手 也不可能从在你眼前逃掉 刚才陆尘出现的时候 云仙仙就感受到 陆尘身上展现出来的威压 虽然不知道 陆尘这家伙 是如何在这个低等世界 还拥有这么快的修行速度的 但是一想到陆尘背后 可能存在的势力 云仙仙也就没有过多揣测 陆尘想了一下 他最终还是打算 继续留在燕城 自己的妻妾大多都在燕城 他不可能为了 和云仙仙做那事 就丢下自己的妻妾儿女 当然 最重要的是他还要努力造孩子 并且他还要发展符文武器 而且 整个大厦也需要他治理 别看他之前和云仙仙 在床上十几天不下床 但是陆尘心里 还是有证悟的 陆尘这时候说道 那好吧 师尊若是想去黑龙城的话 就去黑龙城吧 不过 说到这里 陆尘打亮了一眼 云仙仙那张绝美的玉蓉 见陆尘欲言又止 云仙仙立刻问道 不过什么 云仙仙就感觉这个逆途 不会这么轻易放自己离开 陆尘笑着说道 师尊想去黑龙城弟子没有意见 不过得一个月以后再去 这一个月师尊必须留在燕城 他才得到云仙仙 那能够这么快 就让云仙仙离开自己 听到陆尘这话 云仙仙眉头情不自禁地微微跳动 他随即冷冰冰地说道 你想做什么 陆尘此时抬起手 抬着云仙仙的下巴 你注视着他淡紫色的瞳孔 笑着说道 弟子想做什么 师尊应该最清楚才是 弟子才得到师尊的身子 那能够这么轻易 就让师尊离开弟子 听到陆尘的回答 云仙仙冷哼了一声 他就知道 这个逆途是这么想的 不过他并没有太在意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现在他的心态也放平了 正好他也需要陆尘这个男人 来修炼玄女功 他们也算是护卫需要 云仙仙这时候说道 本尊看你 就和修仙剑那些魔修没什么区别 陆尘继续说道 魔修 弟子可没有采音补羊 云仙仙说道 本尊很好奇 你在这个世界这么多女人 若是有一天 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不回来了 你会不会带着你的女人 一起离开这个世界 云仙仙相信 以陆尘的身份和实力 将来有一天 是一定能够离开这个世界的 他若是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他的那些妻妻儿女怎么办 难不成他打算将那些妻妻儿女 一起带回修仙家族 一般的修仙家族 都比较注重血脉 低等世界的女人 以及陆尘和低等世界的女人生的孩子 在那些修仙世家眼中 都是不入流的 陆尘即便真的将他们都带回去 恐怕也不会受到家族的待见 反而陆尘的这种行为 很可能会遭到家族的反感 那到时候 陆尘很可能就会选择抛弃那些妻妻儿女 这种事情在高等修仙界经常发生 一些有天赋的弟子 跑到低等世界去历练 然后在低等世界睡了不少女人 甚至还有了子嗣 结果回去的时候 直接就将孤儿寡母给抛弃了 最后 儿子长大了 一步一步成长起来 然后跑去高等修仙界寻找老爹 听到云仙仙这个问题 陆尘笑着说道 当然要 他们都是我的家人 若是我要离开 这个世界不回来了 那他们自然也要跟着我离开 不过 我若是短暂地离开这个世界 那我可能不会带着他们离开 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我不清楚 也许很危险 所以我更加希望 他们能够待在一个安全的世界 听到陆尘的回答 云仙仙没有继续说话 他感觉 这个逆途的任性还是有的 其实平常就能够感受出来 这个逆途虽然好色 但是对他的女人都非常不错 就比如选女宫这门功法 他今天听说 陆尘的女人都在修炼这门功法 并且在陆尘的帮助下 他的那些妻妾 有好几个连舞者都不是 如今也快到宗师境界了 如果陆尘单纯地 只是为了美色的话 也没有必要帮助他的妻妾们 提升实力 就在云仙仙走神的时候 陆尘将云仙仙给 推倒在软榻上 然后双臂往他的绣发两侧一撑 直接将云仙仙的胶躯压在身下 云仙仙回过神来 冷声说道 逆途 你要干什么 陆尘笑着回答说道 师尊想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云仙仙冷冷地说道 本尊一向爱干净 你身上有其他女人的味道 最好不要碰本尊 陆尘说道 那我若是洗干净了 换了身衣服 是不是就可以随意对师尊做什么了 云仙仙没有回答 见云仙仙默认了 陆尘随即起身朝着 房间旁边的浴池走去 师尊稍等片刻 弟子这就去沐浴 看着陆尘这个逆途的背影 云仙仙有些气愤 这个逆途刚才还和别的女人 在风云宫搅动风云 结果现在又跑到自己这里来了 一想到这个逆途的东西 别人也用过 云仙仙就感觉很是不自在 不过即便这么想 云仙仙也并没有现在就逃跑 等陆尘沐浴结束出来后 云仙仙依旧还在软榻上打坐修炼 但是让云仙仙意想不到的是 陆尘最终居然只是搂着她 吸吮着她绣发的幽香 然后就这么沉沉入睡了 根本没有和她行男女之事 感受到陆尘均匀的呼吸后 云仙仙冷哼了一声 看来这个逆途是不行了 前面十几天 一直被自己用玄女攻压炸 结果这才休息了一天多的时间 然后又跑去和妻妾们玩游戏 一想到陆尘这家伙身体扛不住了 云仙仙就有些幸灾乐祸 活盖 黑龙城 某个酒楼 迷仙宗的弟子正坐在一起把酒言欢 其中一个弟子哈哈大笑说道 没有想到这么快 就把灵狐门的弟子给清理了 灵狐门那些弟子本来实力就不怎么样 再加上我们有万仙宗帮忙 要清除掉他们 那还不是轻轻松松 依我看 就算没有万仙宗的弟子 依我们迷仙宗的实力 也能够轻松将那些灵狐门的人给解决掉 就是 我就想不通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和万仙宗合作 就在迷仙宗的弟子议论纷纷的时候 一个声音传入酒楼 这有什么想不通的 只有两宗联合 才能够将天成大陆一分为二 不然天成大陆就会分成十几分 迷仙宗和万仙宗 也只能够占据一小部分土地 你们要是实在想不通 也可以等迷雾世界的禁止消失后 问问你们迷仙宗的长老们 看看 和万仙宗合作好 还是和万仙宗为敌好 听到男人的声音 迷仙宗弟子的目光 都看向了门口 酒楼门口 站着一群身穿白色长袍的河道七修士 从衣服就能够看出 他们是万仙宗的弟子 看到是万仙宗的弟子 迷仙宗的领头弟子 沙彭月一脸酒气地说道 白光玉 你们万仙宗没事 跑来这里做什么 万仙宗的领头弟子笑着说道 这酒楼又不是你们迷仙宗一家的 怎么你们能来 我们万仙宗的弟子就不能来了 听到这话 沙彭月冷哼了一声 没有在继续理会万仙宗的人 白光玉这时候对酒楼的伙计说道 你们掌柜在什么地方 我们万仙宗要点菜 伙计连忙点头哈腰说道 客人们请随我们来三楼 三楼还有包间 听到这话 二楼和底楼的迷仙宗弟子不干了 一个弟子直接说道 包间 凭什么我们在下面 他们去楼上包间 伙计连忙说道 各位仙人 上面包间足够 仙人们要是想去包间畅议 也一样可以 迷仙宗一开始来的弟子比较多 所以就干脆直接包场了 他们也就在一楼二楼喝酒 不过谁也没有想到 万仙宗的弟子也跑来了 迷仙宗可以赶其他人 但是 唯独没有办法 将万仙宗也给赶出去 但是 他们可不能够允许万仙宗 跑到他们的头顶上去喝酒 那他们迷仙宗气不是矮人一等 万仙宗领头的弟子 白光玉没有理会迷仙宗的那些人 他直接带着万仙宗的弟子 就朝着楼上走去 见到万仙宗的弟子 都去三楼了 沙鹏月黑着张脸说道 我们也上去 随即 沙鹏月带着迷仙宗的弟子 也去了三楼 迷仙宗的弟子比较多 他们去了三楼包间 显然就比较拥挤 虽然没有其他客人 但是两个宗门的人都比较多 到了包间一样的吵闹 听住对面包间传来的吵闹声 白光玉淡淡一笑 此时 伙计不卑不亢地说道 这位仙人 这是我们掌柜给你的 话音落下 伙计拿出了一张纸条 递给白光玉 白光玉有些好奇地接过纸条 他不明白 一家酒楼的掌柜 给自己递小纸条做什么 不过当纸条打开后 白光玉瞬间反应过来 他们此行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和大夏的皇帝搭上联系 他并不知道 大夏的皇帝是什么人 但是他知道 大夏皇帝的身份地位特别高 甚至在他们宗主之上 他们宗主在大夏皇帝面前 也只能够算是一个小人物 在他们离开宗门之前 他们宗主亲自和他说了很多事 所以他刚带领万仙宗的弟子 来黑龙城时 就立刻派出了人前往燕城 目的就是为了 向夏皇汇报万仙宗 在迷雾世界的情况 白光玉在看晚火寄给的纸后 很快便恢复了平静 知道万仙宗和大夏皇帝 有关系的人并不多 所以 白光玉并没有怀疑 这张纸条的真伪 只不过 他有些没有想到 自己随便选择了一家酒楼 居然就到了夏皇的暗点上 看样子 夏皇对这个世界的掌控力非常强 白光玉随后对伙计说道 告诉掌柜的 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做 伙计随即说道 好 我明白了 随即伙计转身离开 与此同时 对面包间 沙鹏月等迷仙宗的弟子 黑着张脸 挤在包间里面 特别不爽 他们迷仙宗的弟子比较多 虽然和万仙宗是 平分了三楼的包间 但是还是特别拥挤 连沙鹏月的这个包间都挤 沙鹏月旁边的一个弟子说道 这还不如在楼下喝酒 这上面也太挤了 沙鹏月喝笑着说道 本来就这么大一个地方 结果非要一分为二 可不就挤吗 听到沙鹏月这话 迷仙宗的弟子若有所思 他们似乎听出了沙鹏月的言外之意 就在这时候 一个伙计进来 各位客观请稍等 我们马上就上菜 伙计话刚说完 沙鹏月就直接一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面 火鸡被吓得连忙跪下来说道 仙人这是什么意思 小的没有得罪仙人啊 沙鹏月此时拿出一包药粉 嘴角微微上扬 然后凑到火鸡的耳边说道 将这些东西放到对面那些人的饭菜酒水中 否则你们酒楼就可以不用存在了 听到这话 火鸡被吓得全身瑟瑟发抖 冷汗直冒 仙人 这 见火鸡有些犹豫 沙鹏月继续说道 要是你不做 我也可以让酒楼的其他火鸡做 我相信他们肯定很愿意帮我这个忙 火鸡连忙点头说道 愿意 愿意 我愿意 沙鹏月随后将刀从火鸡的脖子挪开 然后说道 好了 去准备吧 火鸡接过沙鹏月手里那包东西 颤颤巍巍地离开了包间 不过 当火鸡走出包间后 脸上的惊恐瞬间消失了 就彭扶刚才他根本没有被吓到一样 此时 沙鹏月旁边的一个弟子 好奇地问道 沙师兄 你刚才给那个火鸡的东西是 沙鹏月淡淡地说道 没什么 就一包意志灵力的东西 听到这话 弥仙宗的弟子 瞬间明白了沙鹏月的意思 很多意志灵力的东西 都是无色无味的 一般人根本感受不出来 但是一旦吃了意志灵力的东西 那在运转功力的时候 体内的灵力流动 就会大大减慢 实力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若是吃得比较多 可能连一半的实力都发挥不出来 这时候 沙鹏月对一个弟子说道 你过去看着那个火鸡 避免他耍什么花招 好 随即那个弟子就离开了包间 去楼下监督去了 酒楼里面都是锦衣卫 对于他们来说 要调包一个东西非常容易 这点事情根本难不倒他们 再加上沙鹏月派去监视 火鸡下药的那个弟子 认为他们是迷先踪的人 没人敢在他们面前耍花招 所以根本就没认真监督 以至于沙鹏月给的药 最后下到了他们的饭菜酒水中 他们都不知道 此时的沙鹏月等人还以为胜券在握 就等住万先宗的弟子中招 与此同时 白光玉所在的包间 一个伙计端着韭菜来到包间 然后又将一张纸条递给了白光玉 白光玉看完之后 嘴角微微上扬 他们还没有准备对弥先宗动手 结果弥先宗的那些人反而坐不住了 万先宗和弥先宗双方弟子的韭菜上了后 为了不引起对方的怀疑 他们该吃吃 该呵呵 听住对面包间万先宗弟子传来的声音 沙鹏月脸上的笑容特别灿烂 脸都快要笑歪了 这时候 有一个弟子担心地说道 沙师兄 若是我们真的这么做了 等禁止消失 会不会引起两宗冲突啊 沙鹏月冷笑了一声 小声说道 只要那些人都消失了 谁知道天成大陆发生了什么 到时候 我们就把一切 推到灵魂门身上 听到沙鹏月这话 民先宗中弟子想了想 觉得这个办法不错 沙鹏月继续说道 而且宗主 在我来天成大陆的时候 就曾暗示过我 若是发生了什么事 有他给我们撑腰 我们放心大胆地去做就行了 两宗的合作并不是真诚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 双方的弟子进天成大陆后 就处于一种不可知的状态 谁也不知道 对方的弟子进入天成大陆后 是不是真的遵守他们的盟约 这就好比两宗明明承诺了 不会主动伤害灵魂门的弟子 结果刚进去 就对灵魂门的弟子展开追杀一样 只要他们能够 把万仙宗的弟子都给解决掉 等迷雾世界的禁止消失时 整个天成大陆都是迷仙宗的 沙鹏月一想到 这么大的一个功劳 落到自己的身上 到时候 他一定能够在迷仙宗 成为人上人 甚至有可能成为宗主的清传弟子 听到沙鹏月的话后 在场的迷仙宗的弟子 也兴奋了起来 既然有他们宗门 有他们宗主在背后撑腰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干就是了 想到这里 迷仙宗的弟子便开始准备起来 只要等万仙宗的弟子吃完饭 他们就立刻行动 万仙宗的弟子本来就没有他们多 再加上他们吃了抑制伶俐的药 要想解决他们 那是易如反掌的事 过了不知道多久 万仙宗那边的说话声音 渐渐小了不少 听到那边的声音小了以后 迷仙宗的弟子立刻警惕了起来 此时 迷仙宗的众人 已经握紧了手中的剑 随时准备出手 过了片刻之后 白光玉的声音在对面传来 去 把你们掌柜叫来 我倒要看看 你们在这酒里面放了什么东西 白光玉的声音特别大 并且听起来就好像是发了火一样 听到这个声音后 迷仙宗的弟子心里顿时大喜 看样子 他们抑制灵力的药剂 已经起作用了 既然已经起作用了 那就可以开始动手了 沙鹏月随即一掌 将包间的门给劈开了 紧接着 又将白光玉 锁在包间的门给劈开 看到沙鹏月 带着迷仙宗的弟子 杀气腾腾地躲在门口 白光玉冷喝一声说道 沙鹏月 你想做什么 沙鹏月笑了笑 随即说道 我听说有人 在你们的韭菜里面下了东西 我特意过来看看 看看需不需要 我们明仙宗帮忙 帮你们讨回公道 毕竟我们明仙宗和万仙宗 现在是合作关系 听到沙鹏月这话 白光玉冷笑了一声说道 讨回公道 恐怕你们是过来落井下石的吧 说话间 万仙宗的弟子 都拔出了手中的剑 而明仙宗的弟子 也同样 立刻拔出了手中的剑 双方的气氛 瞬间剑拔弩张 沙鹏月此时皱着 眉头说道 白道友 你这就不对了 我是来帮助你们的 结果你们 却不使好人心 居然对我们拔剑相像 白光玉淡淡地说道 沙鹏月 你就别装了 你们明仙宗 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我们难道还不清楚 我看你们 就是想要趁人之危 沙鹏月冷喝一声说道 既然白道友这么不讲人情 把我们想得这么坏 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动手吧 沙鹏月话音落下 双方同时动手 下一刻 整个酒楼的屋顶 都被凌乱地剑起先飞 此时 白光玉一剑刺向了沙鹏月 沙鹏月不以为然 他正要使用弓法 结果猛然发现 自己身体里面的 灵力流动速度便慢了 他连弓法都无法运转 沙鹏月愣了一下后 连忙挥剑抵挡 但是白光玉这一剑 显然不是沙鹏月 能够抵挡住的 一道白色剑起挥出 沙鹏月的身体 直接被劈飞出去 沙鹏月从酒楼上下来 在大街上连忙用剑插在地上 然后猛烈吐了一口鲜血 他捂着自己的胸口 狠狠地看着远处的白光玉 你下毒 算计我们 沙鹏月再傻 此刻也反应过来了 白光玉这家伙装作 一副中了毒的样子 实际上 他们根本就没事 反而是民仙宗的弟子中招了 就在这时候 越来越多的民仙宗弟子 被万仙宗弟子给杀死 大街上横七竖八 都是民仙宗弟子的尸体 看到这一幕 沙鹏月大喝一声说道 姓白的 你就不怕今天发生的事情传出去 传到我们宗主的耳朵里面 导致两宗关系破裂 若是两宗关系破裂 你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白光玉笑着说道 杀道友 你们刚才动手的时候 怎么没有考虑这个 现在才说这些 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白光玉随即紧握手中的剑 下一刻 他汇聚全身灵力 无数道剑影出现在他的身子周围 看到这一幕 沙鹏月有些慌了 他连忙说道 你不能够杀我 你若是杀了我 迷先宗一定会为我报仇 白光玉冷哼了一声说道 迷先宗迟早也会跟你一起下去 说话间 白光玉见一挥 无数道剑影飞向了沙鹏月 沙鹏月连忙抵挡 但是无济于事 他现在灵力被限制了 功法根本无法运转 自然没办法抵挡白光玉的剑法 随着一道道剑影 从沙鹏月的身体里面穿过 沙鹏月整个人也缓缓倒了下去 他瞪大眼睛 眼睛里面都是不甘心 击天后 大夏雁城 云荣宫 林婉云和陈婉荣悠闲自得地 在院子里面品注茶 听住房间里面传来的打斗声和嘶吼声 逆徒 你 你竟然敢如此对本尊 逆徒 你放开本尊 师尊 你知错吗 呀 未识知错了 云仙仙还有一个月 就要去黑龙城了 陆尘也不知道 云仙仙以后 还会不会经常回来 所以 趁着云仙仙在离开之前 他决定 这个月天天都来云荣宫 最好是能够让他中招 陆尘的想法很简单 若是能够让云仙仙 怀上自己的孩子 这样云仙仙以后 就不能够说跑就跑了 不过 要想让一个天人怀孕 这确实是有些困难 更何况云仙仙原本的实力 并不只是天人这么简单 云仙仙一开始 也意识到了 这个逆途这个月 肯定会用尽各种手段 炮制自己 结果也确实和他想的一样 他现在感觉这家伙 就是将他荡成了他的容器 连卢顶都不是 陆尘真的是说话算术 说了不和他双修 就真的没有和他双修 连灵力都没有动用 就单纯地为了那种事情 云仙仙此时产生了一种 特别奇怪的感觉 他感觉自己变成了 森林里面的那些动物 只是在追求原始的本能 过了不知道多久 陆尘轻轻抚摸着云仙仙的预备 笑着说道 师尊 你怎么不修炼玄女功了 过段时间 你就要去黑龙城 一旦咱们分开 你可就没有机会修炼玄女功了 听到背后陆尘的话 云仙仙没有理会 这个逆途倒是想得美 自己若是修炼玄女功 他不知道多高兴 但是话说回来 若是他们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不运转功法 那岂不是单纯就是为了男女之欢 他一个修仙者 能够能够追求这种世俗的快乐 想到这里 云仙仙最终还是主动运转了功法 只不过并不是玄女功 玄女功是单方面的修炼 并且能够让陆尘爽得没边 所以还是修炼龙凤阴阳功比较好 随着灵力在两人的体内流动 云仙仙心里这才好受了一些 灵力的流动让他感觉 自己是在修炼 而不是单纯地在做那种事情 感受到云仙仙在运转龙凤阴阳功 陆尘轻轻俯身下来 在他耳边说道 我的好师尊 你不是担心我将你当作是卢顶吗 怎么现在自己反而主动运功了 听到陆尘的话 云仙仙静静地趴着 没有理会 陆尘这时候 轻轻将云仙仙的白色秀发撩起来 然后头趴到了他洁白的脖颈处 云仙仙欲容微变 身体顿时微微颤动 这个可恨的逆途 此时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云仙仙开口说道 本尊有些好奇 你到底来自那个高等修真事件 听到这个问题 陆尘微微抬起头 然后下巴趴在云仙仙的乡尖上面 说道 弟子似乎早就和师尊说过 弟子只不过是来自一个低等事件 云仙仙轻横了一声 都已经把本尊给吃干抹尽了 还对本尊这么警惕 在云仙仙看来 陆尘之所以不告诉自己 大概率是不相信自己 或许陆尘和自己一样 因为某些原因 不能够随便透露自己的身份 但是云仙仙一想到自己 都成为这个逆途的女人了 结果这个逆途选什么都不告诉自己 这让云仙仙心里总感觉有些不舒服 这逆途怕是 根本没有将她当作是她的女人 只不过是将她当成了一个发泄的玩物罢了 陆尘知道云仙仙不相信 但是她也没办法 她总不能够将自己拥有系统的事情 说出来吧 陆尘随即说道 师尊总有一天会知道 弟子说的都是真的 只不过弟子有些难言之隐 无法将所有事情都告诉师尊 说到这里 陆尘的嘴巴靠近云仙仙的耳朵 轻轻吹了口气 然后继续说道 我相信师尊应该会理解弟子 云仙仙冷哼了一声 没有回应这话 两人接着修炼 云仙仙红唇微张 不停地调整着自己的呼吸 陆尘过了一会儿后说道 师尊 我有些好奇 你在修真界修炼了上千年 为何一个道理都没有 最后便宜了我 云仙仙冷冷地说道 因为我以前没有遇到过 你这么卑鄙的溺徒 只有你才这么霸道 陆尘笑着说道 师尊这是什么话 弟子可是帮师尊恢复了实力 师尊总得给弟子一点 报酬不是 云仙仙微微呼了口气 本尊懒得跟你扯这些 现在都这样了 说再多也没有用 反正已经发生了 云仙仙随后不再说话 认真的修炼 看到云仙仙这么认真修炼 陆尘可不干了 自己这么卖力 结果他倒是修炼上了 陆尘随后给云仙仙上了强度 很快 坐在外面 亭子里面品查的林婉云和陈婉荣 就听到了云仙仙的声音再次传出 就在陆尘奋力拼搏的时候 一个女性侍卫来到了云荣宫 陛下 黑龙承来客人了 听到这话 房间里面的声音戛然而止 云仙仙终于得到了缓一缓的机会 听到女性侍卫的声音 陆尘也猜到了 所谓的客人是什么人 很显然 是万仙宗的弟子 来向自己汇报万仙宗的情况了 陆尘随即说道 去和黑龙承的客人说一声 让他们在御书房等阵 阵很快就过来 是 女性侍卫 朝着陆尘所在的房间 行了一个礼 随后 就转身离开了云荣宫 陆尘话说完后 却并没有离开 而是继续压着云仙仙 云仙仙这时候说道 你 逆徒 你为何还不起身 陆尘笑着说道 这么着急做什么 师尊的修炼才刚开始 弟子就这么走了 师尊岂不是很难受 随后陆尘继续忙活 与此同时 燕城的某条街道上 一个身穿青纱的女子 朝着锦衣卫大狱的地方走去 女子的身后 悬浮着一个麻袋 麻袋里面 似乎装着什么动物 一直在不停地扭动 过了没多久 女子就来到了 锦衣卫的大狱门口 看到女子后 锦衣卫士兵 立刻拦住了她的去路 什么人 恰好此时 秦玉山从大狱里面出来 看到来的女子后 秦玉山连忙行李说道 见过穆贵妃 秦玉山在大前王朝的时候 就献过穆云西 所以一眼就认出了穆云西 虽然她也知道 穆云西在大前的时候 就逃跑了 但是陆尘已经策封了穆云西 那穆云西就是穆贵妃 他们见到穆云西后 都需要行礼 听到秦玉山的话后 大狱门口的锦衣卫士兵 瞬间反应过来 他们也立刻朝着穆云西行李说道 参见穆贵妃 穆云西咳嗽了一声说道 免礼 穆云西都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了 她才被册封不久 就跑路了 结果陆尘的这些下属 见到自己还要行礼 秦玉山扫了一眼穆云西身后的麻袋 好奇地问道 穆贵妃属下斗胆问一句 您身后的麻袋里面装的是 穆云西随后一挥手 麻袋飞到了秦玉山的面前 下一刻 麻袋打开 里面的人也显现了出来 麻袋里面装着一个大男人 男人被五花大绑 并且嘴巴都被堵住了 只能够发出嗯嗯嗯的声音 这 秦玉山自然不认识这个人 穆云西随即说道 这是灵狐门派来入侵这个世界的头目 灵狐门的其他弟子 应该已经被你们的人抓住了 唯独他逃跑了 本宫费了一番功夫 才将他抓住 听到这话 秦玉山立刻说道 穆贵妃 您这次立了大功 陛下一定会重赏您的 穆云西说道 重赏就免了 这是本宫应该做的 好了 本宫先回去了 说到这里 穆云西就准备前往皇宫 但是他很快又发现一个问题 他被册封的时候 是在大前皇宫 现在是在燕城皇宫 他要怎么进入皇宫 或者说他应该去什么地方 看到穆云西停下了脚步 秦玉山很快就明白了 穆云西现在在想什么 他直接说道 穆贵妃 您被册封后 皇宫就已经给您准备好了住处 属下这就让人带您过去 听到这话 穆云西扭头淡漠地说道 如此甚好 秦玉山随后让人 去叫了一个经常传递消息的女性 请一位士兵过来 带领穆云西 前往了穆云西的寝宫 当穆云西进入皇宫后 他就立刻放开自己的灵力 探知柳青秋的位置 很快 他感知到了柳青秋的气息所在地 献柳青秋坐在亭子里面打坐修炼 似乎并没有被囚禁的样子 穆云西开口向带路的锦衣卫士兵问道 柳贵妃来皇宫后 试请了多少次 听到这个问题 女性锦衣卫士兵论了一下 随后他回答道 属下对内功并不了解 听到士兵的回答后 穆云西说道 算了 本宫待会儿亲自去问 说到这里 穆云西突然想到什么 于是继续问道 本宫可以直接去柳贵妃所在的寝宫吗 女性士兵回答道 当然可以 您在皇宫里面 可以去任何一个地方 而且 您的寝宫和柳贵妃的寝宫 是挨着的 穆云西想了一下 随后说道 那你直接带我去柳贵妃的寝宫吧 是 随后士兵带着穆云西 前往了柳青秋的寝宫 此时 亭子里面的柳青秋 缓缓睁开了双眼 她刚才已经感知到了 穆云西的灵力 柳青秋冷哼了一声说道 现在知道 回来了 这么想被那个男人折腾 不过话说回来 这还真被那个混账东西给说中了 当初陆成就在她的面前说过 穆云西迟早有一天会自己回来 她当时还不相信 结果穆云西 今天还真的回来了 这才多久 一年时间都没有 穆云西就跑回来了 过了没多久 穆云西就出现在柳青秋的寝宫外面 见到穆云西后 柳青秋冷冰冰地说道 本宫说怎么闻到一股狐狸骚味 原来是你回来了 听到这话 穆云西淡然一笑 随后说道 柳贵妃怎么这么大的力气 盟友在会 你难道不开心吗 柳青秋没有理会穆云西的话 而是直接问道 你跑回来做什么 怎么 你很想被那个男人 按在床上玩弄 穆云西笑着说道 听你这话的意思 你已经被他这么玩弄过了 如此说来 你已经失去清白之身 看来咱们陛下的胆子 还真是够大的 连你这个大能的分身都敢搞 柳青秋冷笑了一声说道 你如今回来了 你觉得你的下场能够好到什么地方去 从你踏入燕城起 他肯定就知道你回来了 你这次不可能再逃掉 柳青秋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 穆云西被陆成搞得死去活来的场景 听到柳青秋的话 穆云西表现出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说道 本宫既然回来了 自然就不担心这些 你也别吓本宫 柳青秋轻笑了一声说道 那你来这里找本宫做什么 你的寝宫在隔壁 可不是在本宫这里 赶紧滚到隔壁去 说不准那个众人 已经在隔壁等着你了 你敢跑回来 就证明你已经做好了准备 快去吧 好好享受享受 听到柳青秋这话 穆云西内心忽然产生了一些恐惧 她知道柳青秋肯定是羡慕得自己好的 这女人这么想要看到自己被那个男人搞 说明那种事情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至少在陆成那里不是什么好事 这个昏君到底有多可怕 居然让柳青秋这个大能的分身都觉得 那种事情是一种折磨 穆云西此时周围后悔了 她又想跑了 但是一想到自己每次修炼的时候 身上那种燥热的感觉 以及脑海中时不时负现出的陆成的样子 她就在心里鼓励自己不能够怂 一旦怂了 即便是真的逃跑了 她过不了多久也会再次回来 那个男人一定是对她做了什么的 想到这里 穆云西奄然一笑 心平气和地对柳青秋说道 柳贵妃 本宫有个问题想要向你打听一下 柳青秋冷漠地说道 问题 什么问题 你是想知道她身为男人的能力怎么样吗 那本宫无可奉告 你亲身体验过就明白了 穆云西说道 这倒不是 本宫就是想要知道你来燕城后 你一共试请过多少次 柳青秋淡淡地回答道 怎么 你还没有成为她的女人 就已经在想着争宠了 那你可要努力了 那人气质这么多 还轮不到 你天天伺候她 说到这里 柳青秋也不想和穆云西继续废话 她直接对院子里面的丫鬟说道 小雅 送客 现柳青秋这么冷漠 穆云西哼笑了一声 没有再继续说什么 随即转身离开了柳青秋的寝宫 看着穆云西离开的妖娆背影 柳青秋心里不禁想到 扭吧 过几天看你的腰 还扭不扭得起来 云荣宫 陆臣一声长长的叹息后 整个人都精神了 如今的她已经是造化镜 自然能够轻易感知到 穆云西进入皇宫了 陆臣嘴角微微上扬 然后抚摸了一下云仙仙的玉荣 师尊 你好好休息 弟子先去忙了